五一廉價被視為各縣市逐步邁向解封的重要指標 因此新北市長侯友宜特別在廉價第二天 親自視察瑞芳熱門景點 了解人潮分流機制 洪抵拜自告示牌行目的處理在轉彎處 五一廉價第二天新北市針對瑞芳觀光熱點 這次啟動人潮分流 就是這樣得天獨厚的山海美景 加上天宮作美 新北市瑞芳 包括報時山和茶壺山等熱門 践行步道 忽然一早逐漸湧現人潮 市長侯友宜趕在上午八點三十分前 親自到場視察分流機制 三階段分流措施在配合 已經上線的新北市人潮 儀表板科技監控輔據 要在疫情期間精準掌握人潮動向 遠超過一九六八的十五個地方 而且這十五個地方的值 我們也只是參考用 最重要還是用我們自己的一百五十七個地方的 及時監看 連續零確診 五一廉價被視為疫情觀察重要指標 新北市保養市民最大活動空間 逐步調整防疫步伐 記者紅人紅紅紅海新北市 此外公布道 雨桃相濡一抹 沒選擇